我認為香港這幾年 大家好像不太開心 想透過這套電影 讓大家輕鬆一下 開心笑一下 會有共鳴 或者講講我們現在生活的事 望一下這個城市 其實有很美的一面 可以令你快樂的一面 旅演員是難的 很多人都說有壽命 你去到差不多一刻就會怎樣 但是我自己反而覺得 我真的踏入去到差不多的歲數的時候 我發現不是的 是另一片天地 因為總有一個年紀的女性角色 需要你這個外表 或者你這個年紀才能做到 反而我反而覺得 我多了機會 因為可能你要找一些 你又不想去太老 或者又不需要太年輕 中間的女性 去做這個角色 可能會慢慢說 是Crystal 她也對 所以反而自己不要太介意 那個年紀 我覺得我現在36歲 我都覺得自己都突破了很多事情 不只是工作上 或者可能我怎樣處事 我怎樣去面對身邊的伴侶 或者我身邊的朋友 我自己在這些方面 其實有很多想法的改變 當然如果你回望自己十年前 或者剛剛出道的 我當然會有很多轉變 但是我覺得最令我開心 或者令我最成長的東西 都是心態上的轉變 會看輕很多東西 和正面了很多 所以這是我覺得自己的突破 主要我覺得這幾年香港 其實是好 大家好像覺得不太開心 想透過這套戲 是可以讓大家輕鬆一下 開心一點 笑一下 但是同一時間 又不想太過 又不會完全脫離現實 裡面也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跟我們會有共鳴 或者說我們現在生活的東西 我絕對認同 因為一來香港人 這段時間都會很失落 經常都會這麼開心 而且我反而還覺得 這套戲因為你會帶我們去香港 很多我們未去過未見過的地方 其實是你再認真地 看下這個城市 其實有很美的一面 可以令你快樂的一面 我在現場是極少發脾氣 極少罵人的 是的 我甚至是會禁止我所有的crew 都會罵人 即是嚴禁罵人 我想我拍的那些戲 即是輕輕鬆鬆 簡簡單單的 我又拍一套 所以我不覺得很大壓力 我沒有的 我也是睡覺的 是的 我也是睡覺的 即是回到家 一聲就立即睡覺 我認識了Crystal 也很多年 我沒有見過在工作現場發脾氣 因為我甚至乎有時唱歌或其他工作都很少 很暴躁 當你Focus在解決問題的時候 你的情緒就會離開了 所以我也不會很容易發脾氣